我們是要拿這三個圈圈 我改一下步驟 我們要拿這三個圈圈去帶動這個man art 變成一個球 所以我們要把它黏起來好嗎 所以你要黏膠水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先選的那個是紅色的 先選的是紅色的 先選到的那個東西是紅色 膠水是不是要選兩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我選圈圈 然後我去選主要圖案 按shift還是control都可以 然後我們是不是進步點邊去 然後我剛剛是不是選圈最大的90度 如果忘記看右邊也可以 我拿一下筆 喝個啤酒 好你沒有一次圈起來都沒關係 你也可以慢慢選 Bind對不對 或者是control G 是預設的 那這樣就黏好了 你出來的時候是不是 是不是膠水就在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要說先選的那個是紅色的 因為那個影片教學 他有弄一個參數把它拉開 方便你看 可是我覺得那個參數 可能會讓人更困惑 所以我比較喜歡說 先選的是紅色的 那我現在要黏50的圈圈對不對 那我就進步點邊一起 你可以不用這樣 譬如說萬一真的 老師我沒有那個數位比不好圈 而且你之後可能會做多很多圈圈 那你很可能要放大圈圈對不對 你萬一沒有一口圈圈圈也沒關係 Bind 因為他是 他那個膠水是算同樣兩個 兩個圖層的算一個 所以你這樣Bind也可以 他也是同一個膠水好嗎 現在有第二個膠水 第三個膠水 先選的那個是紅色的 Bind 這個中間就不要黏 其實我 其實我不知道他中間要不要黏 但是 不然以這個案例來說 我中間黏一下好了 然後如果你之後做有什麼疑問 你再跟我講 好 然後Bind 這樣我是不是三個膠水 好 然後記得一件事 因為 這時候可以大膽的去試膠水 你把這個東西移走 他照到你來說 你的主要圖案會跟著他走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他好像沒有跟得很緊 沒有跟得很緊的話 老師在想說 吃吃吃 就好不容易在家工作了 當然要跟上班有一點區別 然後 譬如說 這一個第二個 他好像也沒跟得很緊 這個等一下會有 如果忘了做也沒關係 現在做 所以呢 我們是希望他 小圈圈 百分之百的控制主要圖案 那也就是說 把膠水點下去 這個膠水點下去 按OK 以後 我剛剛是不是說 先選的是紅色的 也就是說 如果把這個圖成紅色 他會跟著 百分之百 跟著這個90度 好嗎 好 這邊有理解 然後我們去換別的 一樣塗一下 一樣塗一下 好 這樣子的話 回到這邊 然後不選 我 嗯 我們 50度這個 有沒有 他這個圖 就完整的跟著